这里的百岁老人耳聪慕名思维清醒 这里的百岁老人乐观豁达身怀绝境 这里的百岁老人相依相伴家庭和睦 走进郊岭探寻岭南小城的长寿秘密 郊岭依然自得寿自长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2014年5月30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广东省郊岭县 荣获国际自然医学会 世界长寿香科学认证委员会授领的 世界长寿香称号 这是该机口认定的第七颗世界长寿香 也是中国第四颗世界长寿香 不过在广东郊岭八九十岁的老人可算不上长寿 因在全县二十三万人口当中 有四十多位百岁老人 远远超出世界长寿香 每十万人中应有七位以上百岁老人的评定标准 那么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岭南小城 长寿的奇迹又是如何创造的呢 徐祥钊是交领百岁老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见到老人时正好赶上他要冒雨出门 我们不禁好奇 这么大的雨他准备去哪呢 原来徐祥钊老人每天都要吃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这是他很多年的生活习惯 尽管已经一百零九岁 但他耳同莫名 思维清晰 动作麻痹 看上去可一点没有百岁老人的样子 我们刚才看到做饭的老奶奶自己切菜 自己炒菜 然后一点都不像一百零九岁的 对了 对了 这个是新鲜蔬 出生于1907年8月21日 老奶奶就一直跟您生活在一起 对 一种情况 14岁都好弄通 好劳动 从小就好劳动 一样两倍 闲不住的人 对 对 还没睡 对 老人家喜欢好动 要出点汗 只是因为要他休息 他会头晕 对 他平常爱吃些什么呢 主要是熟菜 龙皮 龙皮肝 含菜 食物好食饭 东西一年一年 他平常吃的东西都喜欢比辣 对 对 煮的烂 要烂一点 主要吃点菜 赶紧 要脱 早睡 早起 爱动 就是他的特点 早睡 早起 爱动 比心思文字也有 今天 徐祥钊要回县城的娘家 去看望91岁的小弟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到城里走走 原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去 现在由于年纪大了 儿女不放心 所以陪着老人一起回 经过村子的公车 每隔一小时左右 就会有一班 老人清楚记得车到了时间 所以没有等太长时间就到了 老人很喜欢坐车的感觉 或许因为可以看到周围不断变化的景物 能够回忆一下这条路一个世纪的变迁吧 半小时后 车到站了 弟弟一家早已等候在门口 并已准备好了地道的客家美食 客家美食的特点之一是选料讲究 通常为野生或佳养的食材 也就是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 二是烹调方法以煮、包、蒸和炖去装 以求不破坏食物的营养 三是积少添加甚至不加作料 一般用生葱熟蒜调味 客家美食品种丰富 而焦领人的一天 往往都是从这样一碗三极地开始 瘦肉、猪肝、粉肠 煮出红热的汤汁 每天清晨 讲究养生的焦领人最幸福的事 就是享受这样一碗滚烫鲜美的三极地 古代客举中 近视的前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和炭花 合称三极地 也许这道客家美食三极地 正浸透着焦领人重闻众教的厚重敌训 老板三极地来了 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 猪肝中丰富的铁质和维生素 不仅可以保护眼睛 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猪粉肠含有蛋白质、钙、脂肪等人体必须的元素和矿物质 因此 一碗衣食同源的三极地 不仅美味而且养生 成为海内外焦领人心心念念的焦领味道 除了三极地 焦领还有红菇、黑米、红茶、花生 这样的长寿食品 人体摄入后都能极大的增强抗病能力 这成为焦领人健康长寿的秘方之一 而焦领县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多的山珍美味 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分不开 面积960平方公里 仅为中国国土总面积万分之一的焦领 森林覆盖率却达到近80% 全面空气质量养好率为100% 根据近十年的监测数据显示 这里所有的地表水均达到或超过饮用水源的水质标准 美洲嘉应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副教授罗来辉 对焦领的长寿现象进行了四年的研究 它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焦领的山水田间 收集各种土壤样本 试图揭开教领长寿老人的健康秘诀 试图揭开教领长寿老人的健康秘诀 这是焦领的土壤 所有的相关资料和我们的研究分析表明 焦领的长寿的一个关键因子就是水质测 下面的焦领的土壤是达到0.614毫克每千个 达到国家复习标准的50%以上 它起到了什么作用 西主要是一个有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个呢是它是肝脏疾病的天地 第二它有加强血糖代谢的作用 第三呢它有抗氧化作用 有美容保健这方面作用 第四呢它有非常好的排重镜从这方面的作用 傅西的焦领水土 优美的自然环境 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 而且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提供了舒适安静优美的移居环境 也造就了焦领人乐观豁达的性格 老公 爹好 爹爹你还在做木工活啊 今天梦天走呢 他们都进了 就是大肚里的东西 没得修修木工 现在没有出门去干活了 修家里面用的木桶 那手艺还真是不错呢 手艺是不错啊 吴怡达老人今年就是三岁 一生靠双手养家 年轻时做过木工 手艺远近闻名 此时他全身贯注 又定又推 动作灵活 看上去也就七十岁出头的样子 据他儿子介绍 据他儿子介绍 这是他平常最喜欢的修潜方式 在我们采访老人的间隙 老人的一个要求 让我们十分惊奇 他说他能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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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儿子不肯把水桶装满 老人在不停的催促 找了急的老人最后还是自己把水桶装满了 我先试试行不行 要给他吃啊 好好好 就一桶要查两桶 你没啥一桶 他说要提两桶 不是提一桶的 哎呦 好 注意 哎呦 哇 算是勉强可以低起来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很沉 很沉 爷爷笑好呗 没笑话的呀 没笑话的 你这啥地方给你太多做得很重要 他不笑话我们 笑话大多数都提不到了 哎呀 哎呀 我很期待 哇 爷爷你太厉害了 哇 好了好了爷爷 好了好了 走得很稳 水还没有往处滴一滴 老人来了兴致 跟我们掰起了手 老人又看上了扛大家伙的摄影师 哎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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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怕老人太过劳累 我们请老人坐下歇会儿 但此时老人把同行的两位同事也掰成了手下败奖 大历史 真的是大历史 我们再走一下 再走一下 哈哈哈哈哈 嗯 哎 有力道 嗯嗯 哎 好 全都倒 全倒 哎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意犹未尽的老人 此时又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的绝活 他这是在做什么 他以前很爱看武师表演 武术表演 所以他没有去学 但是很肉侵看 看他回来以后 他自己会琢磨会练 爷爷 您到一个空场地 给我们打一套好不好 打几奖 刚进有力的拳风 生动认真的表情 怎么看都不会相信 这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 像吴亦达这样性格爽朗 身怀绝技的老人 在焦零并不少见 再加上焦零百岁老人的数量惊人 这引起了国际自然医学会专家的注意 在这四十年里面 不管是高教授地区帕米奥高原 或是新疆 这个长江流域 我们看到的这些长寿老人 基本上都有他相同的特性 那什么所谓什么相同的特性 就是他性格比较开朗 而且是比较乐天派 但是如果说焦零有什么比较特色的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 他是更开朗的 他是更有活力的 在焦零还有一个现象 也让国际自然医学会的专家感到好奇 那就是这里夫妻同时长寿的老人数量很多 近石湖村 就曾有六十八对金婚老人 陈甘全黄瑞英夫妇二人 就一起生活了七十二年 那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阿婆年轻的时候 你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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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轻 当然 年轻的时候阿公 阿公甩不甩呀 甩 甩 甩 两位谁当家呀 胡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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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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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是人的哈 没 tyle 帘的 小羽隆 小羽蟲蟲蟲蟲蟲 他們都也是一碗 这羊啊 小羊 才�隻眼 孩 把眼 今天但是这个有些点 大羽蟲 音皮 那 naught 還太会 尽管是数落,但话语间却透着对老伴的关心。 每天,黄玉英都会到自家的菜地里去摘新鲜的蔬菜, 仔细地选菜、洗菜,再做给陈甘泉吃。 72年,他们就是这样,平淡又真实地过着日子。 看来,老两口不仅热爱旅游,还珍藏了许多美好回忆。 还上这锁呀? 锁门 这么小的钥匙 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啊? 是 您多大的时候啊? 给他年轻的 长六十岁啊 二十岁左右 72年,朝夕相处,也许对当今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可在石湖村,这些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夫妻方与同舟,相依相伴,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这也是他们共同长寿的关键因素。 在郊岭,像陈甘泉,黄玉英这样的禁婚夫妻还有很多。 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优越,最重要的还是跟客家人的传统有关,这从他们的围龙屋建筑上就可以体现出来。 围龙屋是客家人典型的建筑样式。 很久以前,为了防御外敌和野兽侵袭,大多数客家人选择去族而居,因此建造了围龙屋。 一般来说,一座围龙屋聚居着一个近亲家族,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夫妻安安,家族昌盛发达。 根据国际自然医学会的调查,焦零百岁老人大多是和子女、孙子女,甚至是重孙子女生活在一起,四室或是五室同堂。 捷弱,师父那。 早上,老大。 老大 老大 你好 老大,您多岁呢 د田家 你来自小的 contents.,每岁呢 中二十十岁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太多大了 奶奶,这几个小朋友分别都几岁了 小朋友几岁不几岁吗? 几岁不几岁 几岁不几岁 九岁不几岁 十岁 新年114 新年生了两个 新年生了两个,总共有116个 好不幸啊,好不幸啊 好不幸啊 偷大家的福 每天,烂亚满都要坐在院子里 身边永远会有小朋友的欢声笑语 他总想抱抱这些孩子 特别是这个第四代的小孙女 莱亚满想尽办法,想让孩子笑 但怎么是,孩子都不笑 最后他唱起了山歌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 孩子高兴起来 看着这相差一个世纪的祖孙爱人 其乐融融的样子 我们很是羡慕 除了含义弄孙 听说,赖亚满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扑克 赖亚满一家四代生活在一起 只要老人开心 儿孙们什么都愿意为老人去做 赖亚满打牌不只是简单的娱乐 而是当作一种锻炼脑力的游戏 听说,老人对数字的感觉很敏锥 我们想试一试老人的计算能力 老板,那我要是写一组数字 奶奶能算出来吗? 写足数字 写足数字给关不出来 哦,是是 看着母亲算不出来 儿子从扑克牌中找出了七和六两张牌 扑克牌能否让他计算出呢? 这加钱是多少 这什么叫? 那你拿一个 再盖一张盖一盖 那一盖都会多 没想到,老人看了一眼就说出了答案 这什么叫? 这什么叫? 你好厉害 你赢了 儿子邱振昌照顾母亲已有多年 凡事都亲力亲为 平时母亲的一日午餐都要由她来准备 她的细心周到让我们感到温暖 正是有了这样的照顾 才有了母亲的健康长寿 教令悠久的福寿文化 博大精深的客家礼仪 培养出了教令人尊老爱幼的传统习俗 在教令 像赖亚满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 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 和谐包容 淳朴友善的人们环境 让我们从教令县这些老人的身上 看到的是不服输 不服老 热爱劳动 子孙孝顺 家庭和睦 更重要的是 他们各个乐观豁达 心情舒畅 而这些 大概就是教令老人 长寿的秘密吧 收养的精测